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一转 给你们录点视频 也不知道说什么 面对镜头怎么还突然有点紧张 出门是不是得搞个发型啊 搞个发型吧 天呐 刚起来好重啊 搞个什么发型 阳光青春大暗 这个点出门 感觉 已经下午 行不重要 我要抓一下 他才能出来下午 知道吗 其实我很少自己一个人出门 一个人出门 感觉太奇怪了 感觉 竟然挑战一下 一个人出门逛街 哇 有感觉 真的有想象中的门逛街 就很韩饭啊 就 韩剧里面那种 猛猛大的修男孩 对不对 只要别太潦草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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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衣服去 好 衣服换好了 我要穿得暖和一点 我得选个包 不太搭呀 颜色还可以 但是有点幼稚 这样搭起来看 我像个傻子一样 好看是好看 但是 也是感觉跟这个衣服 不太搭 算了 不背了 好了 现在出门了 天津是真的有点冷 这就是我不爱出门的原因 四处逛一逛 但是我好久没有这样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走路了 前几天看视频 收藏了一家天津的 一个潮山牛肉火锅 据说很好吃 反正我真的不想逛街 我本来今天计划 想去商场里逛一逛 但是说实话 就算是两个人三个人 我都是不喜欢逛街的那种人 让我几个人逛街 简直还要录成视频 简直太假了 我不想干这种事 所以说一会儿可以去搭打篮球 我搭车了 你们俩俩拍戏吧 现在拍戏 其实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了 我们导演特别好 他每次都是 说阿信啊 别紧张 放松放松 没关系的 没事的 我们再来一遍 就是因为我想象的 这一组可能是那种 导演很凶 你拍几遍不行 你都要发火 但是我们导演从来没有发火 他都是特别耐心的引导我 特别感谢这个导演 然后现在我觉得是状态越来越好了 就希望下一次再拍的话 能还有这个状态 越来越好 我是现在觉得拍戏 是一件很好玩 很有趣的事情 到了 哇 一定要调两份讲料 看人家沙坛 真的太绝了 我每次必须点的 新炒烤牛肉火火必须点的东西 还有这个木棉豆腐 还有这个木棉豆腐 也很好吃 还有淡着 这个铁辣酱 吃起来有点像 我家小时候 这边卖那种烤菜的味道 吃完饭过来等会儿篮球 蓝球没打成 好难看了这么多 然后刚才睡着了 就没有拍 现在真的要回家了 到家了 感觉这一天什么也没干 起床出门吃了个饭 好像也没干什么 怎么说呢 其实一个人吧 也挺舒服的 我这个人其实有时候挺需要一个人的空间的 然后今天这一天 感觉自己吃火锅 自己走路逛街 自己去哪里 自己包括今天自己去按摩 我都觉得还好 没有那么不舒服啊 或者是很孤独什么的 我觉得反而挺舒服的 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 然后自己什么时候出门 自己搭车 自己去订时间 我觉得没有太多约束 这样的 还挺舒服的 明天要拍戏了 要早起 反正 这个 简陋的Vlog 我这个 就一个手机在这里拍 下次见吧 拜拜 知道吗 我这个 很开心 选择 吃